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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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明 好久不見啦 今天呢 要來裝的是 這個 好 先不要覺得這邊少了一個什麼 如果非常在意的網友呢 一定是猜到很多人看到 一台車沒有突出 他直接高潮 你是簽檢舉嗎 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要把這個厚突出 裝上去 其實厚突出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必要 我們改裝短排架的人呢 我是非常強烈的建議你一定要裝上這個厚突出 厚突出裝上好出多多 對於自己 對於他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 FORCE它的設計 其實它的輪距 是比較長的 乙墊呢 相較之下是比較內縮的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差距 輪胎 這是乙墊 然後今天如果你沒有厚突出的話 雨水今天是這樣直接帶上來 那再加上一些後面真空的方式 他會直接把這個髒水呢 直接打在厚弱的身上 甚至打在沒有後座的話 單身狗 沒有後座的話 直接打在你的背上都有可能的 那你是有裝這個後視鏡頭的話 直接把你的鏡頭給回了 對我們就是拍爽啦 對我們拍不到東西 那不要說雨天啦 那其實在大太陽下的乾地 其實厚突出也可以幫後面的人 擋掉一些小石頭 那小石頭打上來其實非常痛 所以厚突出是建議一定要裝啦 那我之前裝這個就是為了擋後鏡頭 那它是加了一個第三煞車燈 所以我們今天要把這個外掛的突出裝上去 我們來試試看吧 看怎麼去做這個東西 那我們今天要裝的是 燈將的MT-09會掛在這個地方 MT-09會需要把這個傳動蓋給拆掉 然後外面還要做一些修改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要怎麼去做它 Let's go OK一路往常的話 我們直接在網路上訂購 那這是FORCE跟S-MAX 通用 打開呢 它的包裝會是像這個樣子 把它包得非常完善 我一一把它拿出來看 因為剛才只有一隻手呢 會比較難操作 所以我去拿了腳架 那它包裝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蠻有份量的 我一開始以為它可能是塑鋼座之類的 欸不是耶 聽起來是金屬的聲音 分開來包呢 蠻有份量的 是金屬嗎 摸起來是冰冷的感覺 其實它算是金屬啊 我一開始以為它一直塑膠 這個呢 應該就是後面的那一塊 後面的那一塊 所以它必須先 自己先組合 應該像這個樣子吧 在這地方 再找個 附上的螺絲把它鎖上 OK這先放旁邊 再來就是這個 擋板 擋板長這個樣子 看來看去 其實我還是喜歡這塊擋板 只要有裝都好 大家會每個人喜歡的東西不大一樣 我個人覺得這蠻好看 那它有長板跟短板 那我買的是屬於短板的螺絲組 那我們先把它裝好吧 好大致上整理了一下它附的螺絲 這個的話是這樣會連接車體的 它比較長的這根螺絲 那這個的話會是這個 銜接處 所使用的螺絲 它比較粗壯一點 那最右邊呢 這個呢 則是 這樣擋板鎖上去 所使用的螺絲 所以第一步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螺帽 丟到這個裡面去 然後再這樣把 再把它鎖上去 那我們來做吧 之前呢 也會有網友問說 欸你這個螺絲呢 它是使用幾號的螺絲啊 說真的我沒特別去記這東西 就直接是用像這樣一組 如果你是想要DIY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買一組這個 它沒有多貴 值得投資啊 不用記這麼多東西 慢慢合 合到的就是你的 所以我們來合合看 欸可以耶 你看 有Sense喔 所以我們就先來裝這個 一開始呢就把它這個 螺帽呢 丟進去 把這兩個螺帽呢 吐進去 吐進去 OK 然後再把它 鎖起來 那他們家呢 本身有出一個 牌照下儀的套件 我個人是蠻有興趣的啦 之後再來看看 要怎麼把它裝去 好 確保它有鎖緊 OK 這一部是這樣子 好先 接下來呢是把這一支 跟這一支 合起來 那這順序並沒有絕對 你可以先連這一支 其實差不多啦 那就是這個比較粗壯 好 合起來 先對一下 規格好 這個呢 好 可以這個是 H6 那看一下剛剛那支機好 這個是 H4 這樣換上去就好 對不對 方便啦 喜歡DIY的 這個必須去 落手也住啊 那剛才他用這個鎖的時候 發現其實它會有點 有點頂到 會建議喔 你可能可以先鎖這個 再鎖這個 會比較順鎖 那當然還是有客服的方法 比如說這個 慢慢的去鎖它 也是可以的喔 OK 鎖好了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就是 上車啦 有沒有很簡單 好喔 裝個厚土櫥 必須把傳動蓋拆下來 因為它到時候會 裝在後面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必須把傳動蓋拆下來 傳動蓋呢 把這邊的螺絲 還有這個螺絲 鬆掉 那我們來拆吧 到時候呢會直接鎖在這上面 所以這兩個必須取下 然後換上他們所附的 新螺絲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台拔下來 才能把這個裝上去 這個是10mm的套頭 然後去拆這個 這個呢 加個電片 放置把它鎖上去 用的是H5的六角 好喔 這樣就鎖上去了 非常穩固 那接下來就是把傳動蓋把它裝回去 可是呢 因為這邊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必須把後面這一塊 把它修剪一下 拆剪一下 才裝回去喔 我們來試試看吧 那因為要把傳動蓋裝回去呢 我覺得把上面這個 控制的蓋拆掉可能會比較好送 螺絲在這兒 一二三四 裡面還有多一些喔 五 就是這個孔插進去 五 來這個維修孔 先翻開來 好 這邊還抖一顆 六 這裡 好 好我們把傳動蓋鎖上去 經過大概一個小時呢 我們把這個土廚裝起來了 那途中經過呢 就是要修改這個傳動蓋 裝個土廚啊 真的是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啊 保護自己不要被檢舉 不是 保護別人 不是啦 總之 裝個土廚 對於機車騎士來講 應該算是一個 道德的表現嘛 總之就是 你把原廠的土廚拆掉的話 記得 把外掛的裝回去 那市面上還蠻多 外掛式的土廚可以做選擇的 那可以挑一個自己喜歡的 把它裝上去 那挑這MT-09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之後呢 想要把拍照做下衣 因為這後面掛太多東西 我看了 不是很喜歡 所以接下來的步驟呢 可能就是把拍照做下衣 方向燈要怎麼去放呢 然後再看其他的地方 要怎麼再去做改造 我是阿民 我們下次見 掰掰